深坑区公所从7月6日起举办 《课语占音深坑来聊》系列活动 这个活动邀请了知名广播主持人林玉婷 借由课语来分享绘本故事 手作体验、音乐欣赏等等 一起来轻松学课语外 也进一步认识在地文化 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赶紧踊跃报名参加 为了推展课语文化 深坑区公所从7月6日起举办 《课语占音深坑来聊》系列活动 邀请了林玉婷老师用课语说故事 并且借由绘本手作体验 带领大家认识深坑在地文化 每个礼拜三 我们从下午2点到3点半 是在我们的深坑市民活动中心来举办 那另外我们也办了市场 有走我们深老街 用课语来宣传我们历史的文物 深坑区长黄美华表示 在《课语沾音深坑来聊》活动 有多达20个场次 持续到10月份 而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相当欢迎亲子一同参加 你不要以为他就只有讲课语 你会担心听不懂 但事实上他穿插着国语 来让大家慢慢导入 然后也知道课语是这么有趣 这么好玩来推广这些母语 那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报名桌 希望大家一定要来 像是在《课语说故事》中 还特别挑选了和深坑四宝相关的主题 包括豆腐、绿竹笋、茶叶等等 深坑区公所表示活动完全免费 除了有说故事 还会有手作体验、音乐欣赏等等 详细的时间和场次 可以上深坑区公所脸书专业查询 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报名 记者杨邦友赵方琦深坑采访报道